现在有好多年轻人他不敢结婚 怕就怕家长催着要孩子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其实呢我们很多的粉丝啊 和歌迷啊也非常关心那拉 我们也想把这样同样的问题 问一问那拉 那拉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有一天你要是结婚了的话 会不会放弃你的事业 就是会不会还继续唱歌呀演技呀 我也想让我拍这 你啊就是如果要结婚了还还要两个孩子 他已经不会打造坏那还唱歌嘛 那还要继续工作吗 继续工作还要继续工作 对但是会要两个宝宝 那不怕影响事业吗 没有应该没有吧 应该不会影响 那爸爸有意见吗 对他这样的决定 我很感动实际上真的很感动 为什么中国人的生活 和韩国人的生活生活的方式都一样 那两个家庭之分很相似 很相似 其实你也很着急要抱孙子 那你孙子 我是独生子 哦 所以我希望很多 她是独生子 对吧 但是我又不喜欢你的痛苦 所以 所以 她 ще希望你俩 双胞胎 双胞胎 一次两个 对对对吧 这就不用再是吧 好那刚才这个生活小问题呢 是由红孩一家演绎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次掌声有请王爵一家 为我们带来一个小品 看看他们演的是哪些事 说吧 是重要吗 还可以 就是一直在琢磨着 这事怎么办 所以呢也没想好 没关系 你说什么妈都能盯得住 是不是最近快要结婚了吗 想说 是不是我们干脆搬回家 跟您和我爸一块儿住 我听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啊 都愿意跟家长一块儿住 可是大家社会上都评论 他肯老族 把这个父母啃的呀 就像那个啃骨头一样 啃的上面一点肉丝都不剩了 这个吃父母的 住父母的 还得拿父母的 这个这一直倚靠着父母 我都将来长大自己没出息啊 不是 您看您说的 我们都有资历能力 然后我们肯定会每个月呢 往家里交点伙食费啊 贴点补助什么的 哦 那就把我当成老妈子了 那做饭子啊 看孩子啊 洗衣服都是我的事啊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那那这样 那如果要是 呃 我们搬出去住 自己过 您看 这样行吗 那哪行啊 你从生下来到现在 一把尺一把尿 我带了这么多年 现在我老了 你走了 你这不是娶了媳妇不要娘吗 然后我自己成了空巢老人 然后想你的时候也看不见你 生了病也没人管我 不行儿子 那您说我回家住呢 又不行 我们搬出去住呢 您也不满意 我有一好办法 您说 咱们隔壁那套房子空着呢 嗯 把他买下来 我想你的时候 我就敲敲墙 过来看看儿子 你要哪天气了我了 或者我看你烦了 我这么一咳嗽 你自动的就出去 回你的人 高 这个办法实在是高 那就这么定了 好 那明天就去买房 好 就这么定了 好 那你钱呢 哦 这是等着我的 哈哈 这也是反正你这一个生活 太多问题了 结婚之后跟谁一起住 对 那我们这个问题也问问那啦 好不好 假如说一旦你有一天要结婚了 你是按照很老很老的那种习俗 是跟男孩子的爸爸妈妈一起住 还是你们两个人搬出去住 就是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住在一个家 我的父母一起 我的公公婆婆也一起 小两口也一起 不是 不是 结婚之后你出家 你的婆婆住在婆家 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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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妈住在婆家 哈哈哈 对啊 她还是想跟爸妈也一起住 大家都一起住就好了 哈哈 就是那妈的想法 对啊 对啊 一般都住大别墅 对啊 三层 对啊 一层 小两口 对 二层 老两口 三层 保护 哈哈哈 保护就住一层 你想去硬拼啊 你个儿 好 好 好